大家好,这是我的朋友里边两位女将啊,两位美女开始怼上了 一个挺穿的,一个是挺败的 这个,这不是坏事 因为华人啊,几千年以来在政治上不能发声唯唯诺诺 然后真正的声音都被遮蔽,屏蔽,都给阻挡住了 这不是好现象,大家能够自由的表达 支持这个人,支持那个人,支持不同的候选人,不同的政党 是完全正面的好事,真的是好事 中国就缺这个,过去总是说什么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 说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 实际上就几个高层领导,三五个人一捏骨 很多决策都是错误的,对吧 而且他们说的话,当年李鹏还说呢 三峡大坝,这个竣工之后八分钱电费下游 兑现了吗,根本没兑现 你能找他追责吗,你好无途径 对吧,你在中国大陆你就说这件事 你都有危险,对不对 所以大家对美国的选举感兴趣 包括这些人可能都入了美国国籍 或者有美国绿卡,就完全可以啊 这种发生是正面的积极的 这种碰撞也是出彩的,也是碰撞出火花的 是对社会有好处的 这种火花就是暗夜里的一点光亮 没坏处 想把美国变成中国的是民主党 他们描绘得很好 所以一些脑残的人都容易上当 但估计他们的美国要破灭了 美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 我倒是想问那些支持民主党的人 他们应该回到祖国,祖国现在建设的这么好 跑到资本主义国家干什么 破破烂烂的,有什么好待着 查一查,哪一个州吃福利 那都是川普那几个州,南方州吃福利最多吗 川普那几个州,那成川普的州了 搞点福利就社会主义了 人家北欧早就社会主义了 现在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哪有福利啊 甚至有人说中国是负福利 不但是没有还是负数呢 你看我一说话 这猫他也跟着啊 想不想上镜头 小咪 就跟国内一边骂着美国一边往美国跑似的 就一边骂着民主党一边往民主党的州跑 你肯定不在纽约州啊 所以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你没有看到纽约州吃福利的都是什么人 中国人在纽约州有五百万人口 也许是错误 总的中国人应该是在美国有五百万人口 三百到五百万 纽约和加州最多 你这个说法说不通 骂民主党或者骂共和党跟人家居住有什么关系啊 难不成骂了民主党和共 那个什么就不要来美国了 或者骂了共和党就不要来美国了 居住权这是人权 人权明白吗 所以人家有选择的权利 美国的总统美国的民主党派都是可以骂的 对 一点都不奇怪 对 到时候某国是一点都不能说 对 可以诟病 可以质疑 可以挑战 一点问题没有 在西方生活久了 最应该懂得的就是人权 尊重 人权 所以我选择好的居住的地方 我交税啊 我没白吃白喝啊 就是 这就是我的人权 我的自由啊 看见了吗 民主党的黑命贵 在纽约第五大道又开始打砸抢了啊 这些黑命贵 这些亡命贵 这些亡命贵 散截 不是 门 这些亡命贵 这些亡命贵 θη Brush 这样 这是 请名物贵 aco 20 p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当然啊 黑命贵的成员不仅仅是黑人 也有很多白人 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吗 弗洛伊德那事都过去好久了 就是好吃懒做 不劳而获 这些人就是暴力倾向 这个民主党的这些支持者当中 这一类的人 这类的人渣 社会渣子 占的比例非常高 这个纽约 加州这样的地方 民主党的州 他们现在对警察的权利是限制的 是经费是在剥夺的 那么对普通人来说 你的安全有保障吗 对吧 还是共和党的政策对路的对头 课备的 课备的 课备的